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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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Dudu 我是 Lububub 今天生意诶 我是Lububub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的 海箱市场 今天我已经有做好功课了 绝对是高位的食物 然后这个食物是很臭的 不是每个人都顶得住的 所以今天就要去买这个食物来吃 然後你懂這食物是什麼嗎 這食物是什麼 臭豆腐 嘖 看著鏡頭 臭豆腐 所以現在咧 我們已經到達買臭豆腐的地方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下車去賣 買好我們今天的主角了 就是這個臭豆腐 這樣休息是還好啦 ok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買回來了 ok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 臭豆腐 我自己本身咧 我活到31年啊 我只吃過一吃臭豆腐 就是在那時候去台灣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只吃一口咧 就打鼓勵打汗咧 我就直接整個吐出來了 所以現在咧 就想要剛好我拍這個content 就想再一次咧去挑戰這個臭豆腐 你有吃過臭豆腐嗎 我有吃過 吃過幾次 吃過兩次 都是在這邊吃咧還是外公 對 都是在這邊吃 這樣你是喜歡吃的咧 沒有 就不會到喜歡 也不會到接受不到 就是可以吃 可是我不會到特地去 很念那種來吃 這樣你去買你是自己想去買 還是你朋友買 沒有 就是朋友 還有就他們買啊 然後就頂一下啊 然後就頂一下啊 所以今天咧 是我第二次吃 因為它有給我們兩個醬料 這樣子它這個醬料是怎樣 是蘸還是要搗上去 因為我不懂 我也不懂耶 它就是有給一個這樣 紅辣椒的一個醬料 跟一個很像甜醬這樣子的 現在我們先test原味了 它原味很像膏味 對 我們就是要test膏味嘛 我們主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先test一個原汁原味的先 然後我們才再蘸那個醬料 ok 一起 也很臭耶 哈哈 哈哈 但我drama 這不是drama 這真是 好像冷耶 我不要搞味耶 很臭耶 不要去想它先 我們不要講 嘖 哈哈 哈哈 他又吐了 ok 我先點這個辣椒 不要點這個 你要先講 很臭耶 很臭耶 真的有臭耶 我覺得我吞不下去耶 我想吐出來耶 不可以 很drama耶 不要 我沒有說話 我沒有說話 我只想吐出來 ok 我停止呼吸 然後吐下去 所以一定要test它的原汁原味先 所以剛剛那天我們已經test了 我真的是覺得很飽味啊 打破臉了 而且我只有吐不下去耶 剛剛我是硬硬吐 這shu其實還好耶 shu其實還好 可是我覺得它是裡面這個白白很 很格力 它的味道全部集中在那個白白那邊 ok 而且我不喜歡蘸那個口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我們買回來拖太久了 可能一買回來吃的話 啊 燜焦要燒燒吃了 對對對 因為如果忍掉它那個臭味更夠力嘛 那現在我們先test那個醬料 就是紅辣椒的先 點辣椒是肯定會比較好吃啊 因為醬料都可以掩蓋掉 食物本身有些不新鮮啊 它的醬料就會放很多囉 所以我們現在點醬料 來 吃先 有一點不敢吃耶 吃吃了口就好 好 不可以耶 你沒有要吃完這整個耶 屁喔 拿醬大片 你看 點辣椒比較好吃 好吃很多耶 因為它完全已經變成那個辣椒味了 變成我可以再吃第二種 變成它變成普通的豆腐耶 整個心直接放心掉 可是喔 你不可以咬太久 你咬太久它又變成那個醬豆腐味啊 它塞油 對 塞油出來了 哇 你吃很多片耶 你喜歡吃是不是 有第二道啊 有點辣椒味耶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有點同下去 我都吃兩片了 我一定要吃完這道 後面後面的豆腐 現在它還有另一個醬料就是這個黑色 我也不懂這個醬料是什麼味道 好像是甜的 你試試看 有味道呢 甜的 有一點像這個日本的那種醬 試試這個甜醬看 我要整個厚進去了 我剛剛阿美咬一下 這比辣椒好吃耶 好 我喜歡辣椒耶 可是它這個就可以完全蓋掉那個味道 對 所以我才講這個比辣椒好吃 好像是兩個要一起了耶 因為我記得這個好像是淋上去了 淋在臭豆腐上面 來 我點看 OK 我也是兩個都點了 吃到一起了 好吃耶 變好吃了 好吃的中間點不是臭豆腐本身好吃 是醬料好吃 原味真的不行耶 總之它配上醬料味就是好吃的 可是當你咬咬咬咬咬 你把那個醬料吞進去的時候 就只剩下臭豆腐在你嘴巴的時候 還是打玻璃打汗 給你這個挑戰你吃多一片 我不要 我要吐喔 沒有 我這麼適合先要吐 我不要不要不要 我真的不要 就慘 我不要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給這個臭豆腐 打一個高味的指數 給你先打喔 當然是100分也實際上是滿分高味啊 滿分高味是100分啊 對 70咯 65啦 65 其實沒有到很高味 這樣 會來接受得到有醬料嗎 對啊 我是覺得它可以接受到 因為我覺得它 感覺它很自然的在吃不同的食物這樣 因為我只吃一片它很像吃兩三片 我吃兩片 而且它吃到很像很爽這樣 OK 所以我給它的高味指數對我來講 是高味的 為80分 如果我講著普通的豆腐來配這兩個醬料 我覺得一定會超級 所以單單今天的主角就是臭豆腐味 這個就有點boring很顯 剛剛我就自己去了一個馬來的小檔口 還有兩個我自己本身從來沒有吃過的馬來粿 就是拿來測試看啦 就給影片長一點 OK所以我們現在上馬來粿 你們看 我真是有點搞不明白阿 就是原來馬來粿有長這樣 就是吃榨葉子 就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就拿來測試看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在那邊看 我覺得有點地獄 就黑黑這樣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可是這樣仔細看 我覺得很像是那種 很像憨疾這樣 就很像番薯糕這樣子 所以現在我們要test哪一個先 test葉子咯 比較特別 來 我們也拿一片然後一起吃 一樣咯 我們先吃原味先 因為它也是有給一個紅色辣椒 王美那種王美味這樣子 欸那個是要拍美妝的 吃炸麵粉這樣 是好吃的耶 很像薯片這樣給我感覺 就那種零食這樣 是好吃的 可能在馬來人裡面就是一個蔬菜唷 可是咧 可能我不懂 然後它又長得很像葉子 所以給我感覺很像在那種馬路旁邊 人家在馬路旁邊剪起來 然後就拿去炸 然後來賣那種感覺 現在是原味唷 我們要test原味 所以原味是好吃的 test辣椒的話肯定 好吃啦 先來點辣椒 對 已經蓋掉剛剛那個臭豆腐的臭味了 可是我覺得沒有點辣椒比較好吃 點辣椒很像不懂 就是它蓋掉那個 葉子的味 那個香味啊 炸出來的那種香味 就是脆脆的東西的味道 對 就是那種薯片味 它反而蓋掉 所以我覺得這樣當然吃 真的是比較好吃 這個是好吃的 所以它不是地獄食物 只是它 想到很地獄 OK 所以我們來到最後一樣了 就是這個 三粒大便 三粒 OK 一人一粒來 看一下它到底裡面 真正餒 包的是什麼東西 可以這次了 可以吃了嗎 好吃耶 哦 是香蕉 那個香蕉粿 嗯 對不對 對 它是香蕉粿來的 它就是那個裡面是粿來的 所以它不是罕吉 不是 它不是番薯 它是香蕉 所以這兩樣原來都是這麼好吃 好才是好吃 因為剛剛那個臭味部已經夠難吃了 它是好吃的 我都不適合 味道徹底買 嗯 不適合你的胃口 嗯 就濃嗎 我感覺買那種 薯片一片一片的 哦 對 如果有香蕉 因為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香蕉蛋糕 好貴啊 如果贏那方面來講的話 它的分數算是普通 沒有到很好吃 OK 來 學我們現在給這兩個 鎬胃指數 這兩個會有鎬胃指數嗎 你覺得 所以鎬胃指數越跌 就證明這個食物是好吃的 對我來講因為它們沒有鎬胃指數啊 怎麼就是好吃就對了 它不是鎬胃的 我跟你講是好吃的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妳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 按讚 訂閱 留言 分享 不要忘記follow我們IG Facebook TITO 我們下個影片 見 掰掰 掰掰